3、4、4 甘比亞來的 但是有一些住在台北 有一些住新楚 有一些住住南 住南還有桃園 對 還有好多地方 因為他們每次都會跟我說 他們想要做聚光 有想法就起而行動 自稱一部師兄的Ember Ma 為了朋友們週末夜晚 回到最初認識此地的大安區 我每一次來到這邊坐的話 我的心真的會很感動 會真的很開心 他特別從新竹 每次都是從新竹開車上來 所以讓我特別感動 那他自己坐了也有感動之後 他就號召了他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今天真的來了十幾位的菩薩 我好感恩 因為他們的中文說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有什麼困難 就沒有什麼困難的交流 然後跟他們講 就是花的你要撕掉 然後黑白的留下來就這樣 他們OK的 從工程師變成網路紅人的黑龍 做環保在天生活之事 我原本我在家 揮塑的我會把全部放在一起 我不管薄豆餅啊 硬的還是軟的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我就覺得 這個是還不錯的東西 我現在比較了解這個事情 揮塑的部分我比較了解 所以以後我在家的時候 我會盡量垃圾跟揮塑 比較分多一點 因為這樣子我就發現 你們的人也很辛苦一點 對 所以我們會給他們 應該下次會比較多的人來一下 建國花式環保點 對於忙碌的都會人士來說 交通方便 做志工的時間也不用太長 可以成為好朋友聚會的行程之一 謝謝啊 謝謝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陳柏宇 李懷生 台北報導